大家好,我是董振榮 那在這裡我要與你分享的是 我這些年來所統整的關於工作這方面的六大境界 這六大境界呢其實都有人在談 但是呢很少有人呢 我事實上是沒有看過 有人像我這樣子把它統整出一張表 那這也是我昨天才剛領悟到的 就是我們先從最低的狀態來看一下 最低的狀態當然就是失業 就是你沒有工作找不到工作 你想工作卻沒有工作 當然 處在失業狀態的人 有可能在家裡靠父母啊 就是吃飯這樣子 或者是 如果是老人家呢 他也是被迫失業 或被他的 就是親朋好友給丟棄了 那這時候他只能可能去 路上撿資源回收啊等等的 OK 那如果你要說 比這個失業還慘的境界是有的 就是呢 你呢被詐騙了 OK 你去找一份工作 結果呢 工作找不成 他還把你給賣了 把你給騙了 你還損失了一大堆錢 OK這個可能就是 比失業還要慘的境界 但是這都很慘了啦 我們不想要多講 所以下一個境界就是一般人 所謂的兼職的收入 那現在的企業呢 越來越喜歡 兼任的職員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是 可以隨時 基本上把它fired 就是或者是呢 呃 他們所花的錢是比全職的收入 全職的職員呢 少很多 OK 呃 這個是一個趨勢啦 這代表這個 目前台灣這個社會 呃 就是 經濟狀況 變得比較不好 所以兼任的工作會變比較多 OK 然後再來呢 是全職的收入 或者是全職的工作 這個狀態很簡單 就是你去應徵 別人 然後替別人工作 OK 那這也是一般人所追求的 那當然這個就很多學問啦 你要去當公務人員 還是去 呃 當一般 私人企業的職員 OK 然後呢 再來 在上面一點點啊 就是 我個人是覺得下一個 下一個等級是比 全職的工作還要更高的等級 但是這不是一個絕對的啦 就是 因為齁 當你在替別人工作 基本上你做兼職或全職的工作 一陣子之後 你開始想要為你自己工作的時候 OK 你開始想要利用你自己專長 來工作的時候 這時候呢 你呢 就可能會辭掉你全職的工作 然後開始為自己打拚 但是呢 在你啊 正式自己為自己創業開公司之前 你會歷經到一個階段 叫做自由業的狀態 那這個境界呢 就是說你開始呢 為你自己努力 例如說 像我 作為家教老師 就是一種自由業 很簡單 因為我們就是接案嘛 就是有case就接case 那像有一些美工人員呢 網頁設計師 那他們呢 也是用接case的方式 那這種工作呢 就比較沒有保障 OK 因為呢 你開始為你自己的自由奮戰 所以我們統稱叫你自由業 OK 這是我講的啦 自由業的意思 本身是指 他比較沒有固定的職業 所以他叫自由 所以他可以自由去選擇東做西做這樣子 那有些人呢 他想要自己開業 他可能 自由業裡頭也包含SOHO族 或者是在家工作 或者是開個人的工作室 OK 工作室呢 是一個比較 呃 在等級上呢 比公司還要再低一層的 一種 一種 形態 一種 一種工作形態 OK 他還是需要繳稅 但是呢 就是 他所享有的權利呢 沒有像公司那麼多 OK 所以呢 我個人呢 大家可以去爭論啦 到底自由業 比較好 還是全職的工作比較好 事實上我覺得 沒有誰比較好的問題 OK 我呢 之所以把它列出來這個等級呢 最主要的目的 我之所以列出這個等級呢 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讓大家知道 呃 一個人可以從 最低的狀態到最後 完全自由的狀態 他所歷經的工作的六個階段 OK 那 如果呢 你呢 認同 我的 概念 也就是說 你希望最後獲得財務自由 不再為任何人工作 OK 那 這個就是你必經的階段 通常就是你必經的階段 OK 也就是說 你會 替別人工作 然後之後你開始想要為自己工作 OK 然後到自由業的進階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你會開始真正的去創業 在這裡啊 意味著 你會開一些公司 或者是 呃 做任何創業的活動 OK 這個就是需要比較大的資金了 自由業比較不需要那麼大的資金 OK 然後呢 創業的時候就是你自己當老闆的 但是呢 你還是有一份工作 對不對 你還是沒有財務自由 那等你真正到財務自由呢 你可以脫離你的公司 然後讓他們自行運作 然後呢 最高的境界就是 無業 我把它稱為無業 這跟 乍聽之下這跟最低的境界 失業 好像一樣 但是不一樣 失業呢 是他想要一份工作 他卻找都找不到 無業是呢 他不需要任何的頭銜 但是他 也就是他沒有職業 但是他呢 財務自由了 有人稱之這個狀態叫退休 嗯 NO 這不是我指的意思 OK 呃 但是 退休 也可以 算是比 創業更高的一個等級 那當然我們的前提是 你退休了 你留的錢 還足夠你活 就是 你的下半輩子 OK 所以呢 但是呢 我真正的意思是說 這個無業的境界 不代表你沒有職 就是他真的 就是你表面上沒有職業 但是呢 你其實 是 你以前所創業 留下來的公司 他一直的 在替你賺錢 所以 以至於你呢 一天二十四小時 你就可以到處去做任何 你選擇要做的事情 那你甚至也沒有這個頭銜了 你甚至也跟你創業公司 都 脫離了 但你不可能完全脫離啦 例如說你可能還是 或者是股東的身份 或者是 顧問的身份 等等的 但是 就像我講 這是一種 最理想的境界 當然 如果你 也許你可以透過 其他的方式 來達到無業 那我這邊呢 看到的方式是 就是 你先創業 然後再 邁向無業的境界 OK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 我的意思 我在這邊想要跟你分享的意思 如果 你想要 到最後 這是 你個人的選擇 你到最後 你希望 達到 我這裡提到的 月高的境界 那 你呢 必須在現在 就先做一個決定 OK 因為呢 你自己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呢 你今天沒有 自己決定 你到底是要在 這六個境界裡頭的哪一個境界 我沒有自動假設你希望最高的境界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最高的境界 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認同 我現在在講的概念 但是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第一個 第一個 你現在在哪一個境界裡頭 第二個 你希望 達到 什麼樣的境界 如果 你有明確的想法 跟目標 那接下來下一步就是 你努力的 往這個 等級 往上前進 OK 我個人呢 現在呢 剛好卡在 自由業跟創業之間 OK 我還在這裡 所以我又不是到最高的等級 但是呢 我只是讓你知道一下 這是我自己的體會 因為呢 失業當然是誰都不想要 然後 那這個是為別人工作 那 再來就是為自己工作 基本上只有 幾個階段而已 第一個階段就是 要找找不到工作 第二個階段就是替別人工作 第三個階段就是替自己工作 第四個階段是 沒有替任何人工作 之前就是滾滾而來 OK 所以希望你喜歡我的分享 然後並且 呃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呃 認同嗎 不認同嗎 都歡迎你留言給我 謝謝